《絕情谷內,孝享奪命鼓》 本節目部分內容兒童不宜,及可能引起聽眾情緒不安 敬請留意 今天帶我們奪命鼓只有五百元 不是五百元,一千元,一千元 起碼有四位數字 五大絕頂藍童志的特徵 你好像有很多男同志的朋友 對,我今天打給他們 全部閃閃 男同志的特徵,我以為是一個很隨便的問題 對,但其實是會傷害到他們 對,我最不喜歡這個問題 對,真的 因為他們會覺得... 標籤了 對,你將他標籤了 我只是想說一說 在我們搞笑,玩之前 我也說過,其實我接觸過一些理論 其實性別是有四重的架構 是,怎樣 第一個架構是生理性別 例如說,我有陽具 你有語防和陰道 你是女人 這個很簡單,很容易分 接著,在生理性別之後 就是一個呈現性別 或者社會性別 例如說,我很男性 我是男性,生理性別一定是男性 就讓我不轉 但我有權很女性 很細心 我有權很女性 我是一個男人 我有權很女性 但我是男人 我又有權很男性 很粗豪 但這個不是同性戀 未必的 我有權女性 但我是一個男人 所以這就是一個社會性別 或者是一個呈現出來的性別 另外就是自己認同的性別 性別認同 一個性別認同 我自己看自己是甚麼 例如我看自己 當然是一個異性戀者 就算我再良良康 我再女人形 我都可以是異性戀者 即是我自己怎樣看自己 而最後就是一個性取向 即是喜歡男人還是中性別人 其實是否一個同性戀 就不是前面的幾件事決定 就是你喜歡同性決定 即是先天的 這個未必是先天的 是後天自己的選擇 但你為何會這樣選擇 就可能是先天的 再重複一次 即是有一個生理上的性別 譬如說我自己自報身份 我生理上的性別 就是男性 你是女性 呈現出來的性別 即是社會性別 我都應該是紅性的 但這個就講% 看看你有多大程度 我也有溫柔一面 我想八男兩女 你呢? 你怎樣分 你呈現出來的性別 你幾男性 可能是五五六四 我呈現是 但我 你經常扮男生 我不是扮男生 我根本是性戀男生 所以你呈現出來的性別 可能是五五波 然後就是自己認同的性別 你也是認同自己是女性 是不是 又是自己想自己的性格是怎樣 不是性格 即是你覺得自己是男性還是女性 你覺得自己是女性 我覺得自己是男性 然後是性取向 去到性取向 我都沒有談 我性取向一定是女性 我就成為一個異性戀 你的性取向也是男性 其實前面的全部都不關要 所以就 但是一般異性戀的思考方式 因為異性戀在社會上佔了多數 大家就習慣了這個思考方式 就覺得一個在生理上是男性 他的社會性別 就一定要表現得很陽光 而且自己要自我認同是男性 而欲望對象就必須是女性 即這樣才為之一個正常的人 在一個異性戀的社會就會這樣覺得 其實不是 真的可以拜 對 其實異性戀 譬如說男性 很多時候覺得 社會覺得男性和性戀 比較女性型 就是因為他們覺得 男性欲望 男性的欲望 對象一定要是女體 一定要是一個女性的身體 先為之正常 先為之正常 即是用了異性戀的想法 去想同性戀的想法 即是用了自己的主觀角度去想 其實是很不得體貼 很偏激 很偏激 其實你是不了解別人的世界 就用自己的一套去分析別人的世界 所以我們今天提供的都是很外在很膚淺的東西 已經讀光了 我還沒讀光了 不過就真的很深 不要說那麼多 我們都要提供 我們都要提供 鐵士 你先提供一個 我提供這個眼神 我也有 飛來飛去的 我又不是 飛劍式的眼神 因為我很多同志朋友 我經常接觸到他們的眼神 他的眼神是不同的 因為怎樣分別 我覺得男同志的眼神是曉飛的 曉飛 即是他對著男性的時候就會 兩樣 一樣是曉飛 曉飛 很風騷的 另一樣是心情對望 你平時男生和男生很少這樣心情對望 死端著他不放的 其實是好覺的 我問過如果是可以的話 你平時對著男生說話 很少會眼睛這麼溫柔地看著你 有那種心情 男同性戀對著女生說話 都是這樣的 如果他當你朋友 因為他的眼神是溫柔的 是溫柔的 其實是多些感性的 所以他的眼神是可以表露 可以暴露他的 掩蓋不到的 穿衣服 因為你捲的人也可以很直 所以你穿外表 所以眼神是掩蓋不到的 我都覺得是 其實他的眼神可以說是怎樣說 感情是豐富一點的 我自己覺得 真的飛來飛去 即是很… 即是怎樣說 其實他的眼神可以很孝 很孝 但是聊天的時候 又好像是給其他男士 可能其他男士的心情 不會用在我身上 但就算是普通的同性戀朋友 即是不是打算追我 但還是覺得眼神比較深情 對 柔柔弱弱 你多不多 多多不得了 我提供多一個 藍花手 即是說話的時候 有很多動作 我也有 是比較纖柔的 是 即是有些像唱驚喜 有些像做手 我覺得 藍同志很多時候 都有這一家東西 有時候甚至 本身性格很man 但在手勢上 都會有一點點 即是那些動作 那些藍花手的動作 因為我其中一個 就是身體語言 即是 其中有一點 都是講了這個藍花手 你補充一下 即是他們 他們 譬如喝咖啡 拿一杯 對呀 兩隻手指 很多時候都是 那三隻手指 就輸了出來 而且他們對 說話的反應 即是 譬如你聽到一件事 你覺得不是 有時候你會說 不是吧 男人是這樣的 但他們就會說 是嗎 唉呀 即是比較 sensitive 對呀 即是他們不會一夜拒絕你的 即是一夜是不相信的 即是他們的接受能力會大些 而且 你說到身體的動作 我就覺得 譬如說 男同志 對回男生的時候 很多時候 身體的接觸 真的會多一點點 平時 那些男生除了打球的時候 很少會互相碰到大家 或者喝醉當然會碰 大家抱一下 但男同志 即是那種 身體接觸 我覺得是多一點的 但男同志 如果有女生朋友 他們的接觸都多 因為是不介意的 因為是不介意的 我覺得是因為 那個心裡面 怎樣說 他們會不會追求 那種人和人的接觸 的溫暖 是多一點的呢 女生又沒有介心 那男生又覺得 我不用怕 我又不是對你有事 變成他們的接觸 是多了 這個我自己的體驗 說到男同志 我以前是讀男同志的中學 很有趣的 在加拿大 不是在香港 我們那時候 學校的同一個形式 是 全男同志 但有四個男同志 我們是 從頭到尾 都覺得他們是女生 他們有什麼特徵 他們就是好像女生 就是這些 蘭花手 又有約約 總之是 跟女生的表現一模一樣 雖然他們是男生 但是 他們四個 是很好的朋友 但完全不是同性戀 我多敢肯定 他們是沒有 搞同性戀 但只不過是四個女生 那就是他做了這個 而全部同級的同學 都知道 這四個是女生 我們當他們 有沒有花名 當然有 全部都是當他們是女生 我覺得他們也當自己是女生 但是 他們四個又不是談戀愛 是四姐妹聚在一起 這麼有趣 很有趣 他們選擇了第三個方式 你剛剛說過 我想 呈現出來 一定是瘋性 社會性別 還有我覺得 他們自己認同自己的性別 Sex Identity 都是女性 我不知道 可能他們長大了 又會結婚生子 又怎樣 或者真的正式變成同性戀 我不知道 總之我記得 在男校裏面 有四個男生是四姐妹 沒有人問過他們 是不是 怎麼問 當時還未認識 你是接受了 接受了他們是四姐妹 但不會覺得是排斥的 不會覺得怪的 沒有這樣四個女生 你要遷就他們 有什麼他們就叫 有時候就用蟲去嚇一下他們 對 完全是跟女生相處一樣 但又沒有人會搞他們 同班 同級 挺有趣的 很有趣的 未必需要有同性戀傾向 我想 他們不會覺得他們是朝聖方面 有任何想法 但他們自己覺得自己是女生 同真 對 其實挺漂亮的 感覺是很純真 沒有任何進一步的東西牽涉在裡面 而且讀書也挺厲害的 對 不知道有沒有影響 所以我提供多一個就是女人型 好 很多時候 當有時候 男同志 大家都覺得 會有少少 比較女性化的感覺 比較溫柔 扭屁股 我又沒有扭屁股 你是不是提供 我們是不是要休閒聽 不是的 可以多說一會 OK 話題 話題 對 我發現其實男同志的話題 都是正常的一樣 他們都是正常的 但都是一般話題 都是飲飲食食 即是跟大多數一樣 但最特別是 他們很喜歡說一些 他們不喜歡的同性戀者 是嗎 對 即是誰是誰 即是他們有一種 敵意 有一種競爭 是敵意 有一種敵意 你看看誰是誰 眼神多淫展 就是 他又不知醜 他們是會說這些話 即是踩回自己的誘 會的 因為我都聽過 聽很多 對 你普通的 如果不是的話 不會有幾個傢伙 例如我很少跟你說 哎呀 誰是誰是誰 這是他們的話題 有其中一項 即是 可能本身是貪靚 和自我中心 貪靚 還有少少妒忌心 妒忌心比較重 像女生 劇 即是孔雀鬥開平 對 因為他們的愛情觀是這樣 他們是 像女生一樣 會付出多一點 關心多一點 變相對所有東西都比較敏感 那我提供多一個 就是 我覺得藍童子 藝術方面 好像是比較有天分 是的 很多時候 我自己的藍童子 朋友 好像無論在創作上 或藝術方面 是特別有才華 這件事 如果是純粹用統計的角度來看 真的不道理不信 好像左右腦都發達一點 是的 所以我覺得他們在藝術方面 是得天獨厚的 我覺得這也是他們的 藍童子的特徵 特徵 好了 來吧 五百元 不是五百元 一千元 五大絕頂藍童子的特徵 對名鼓 一百秒內 揭開五個外情住物 送你千財新外物 開始倒數 Hello 細心 細心第五位 繼續猜 溫柔 溫柔 是沒有的 Hello 是 大隻 大隻 我都想提供 不好意思 健身 Hello 自尊心強 自尊心強 沒有 很容易猜 應該中的 Hello 眼神 什麼 眼神 眼神也是沒有 Hello 爹 爹也沒有 Hello 鵝鵝多姿 鵝鵝多姿 給不給他 即是誰 即是第一個 梁梁康 給你 馬型 真的 我當你這個中 拜拜 Hello 猜 見到心儀的女性 跟自己娶她一樣 就會眼睛 眼睛 眼睛 沒有 Hello 猜 大耳環 大耳環 不是的 是因為風水的問題 Hello 跟很多女性朋友 經常出街 好 第二位 跟女生玩 猜 還有很白 經常搞人是非 很白 沒有 不是的 Hello 經常照鏡 經常照鏡 為甚麼照鏡 那即是怎樣 因為為甚麼 三位計四位 差一個 差一個 陷情密密 沒有 Hello 猜 很喜歡跟男人有身體接觸 沒有 Hello 猜 不喜歡穿鮮色衣 喜歡穿鮮色衣 是嗎 沒有 是 Hello 猜 腳腳 是嗎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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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也猜不中嗎 是 唉呀 我們提供了 第三位 蘭花手 可以呀 那麼容易猜 那我重複一次 五大絕頂男童志的特徵 第一位 梁梁康 第二位 跟女生玩 第三位 蘭花手 第四位 第五位 細心 蘭花手也沒人猜中 其實很常見 星期一才中 星期一 變成五大絕頂女童志的特徵 這個難想 其實真的很難想 沒什麼特徵 是的 星期一就有1500元 看看有什麼流亡之餘 扭屁股 是嗎 好巧的才是 也有些 不是每個都是 你是一的便不會 零的便會 穿貼身的衣服 又是嗎 會的 喜歡的 因為線條好 但你不能單憑這件事 就決定 對時裝很有觸覺 這個也是 大隻 還有八卦 好 星期一才拿錢 1500元 星期一 172 903-905 絕情雙租 在等你的電話 有什麼愛情問題 快點打來給我 大租魏震 洗租 焗了 一會再見 我曾經有個問題 都很疑惑 你曾經有個問題 很疑惑 你到現在都未解決 我們解決了 解決了 其實有點無關痛 是八卦 因為 好像很認真 有點害怕 男重症院 那些人 很多時候會用KY 軟滑劑 我又想 KY是脂妝 牙膏型 你又要打開 又要擠 又要塗下去 塗完之後 你整隻手黏 然後又要關上蓋 這件事很無癮 其實不是黏黏的 黏黏的 黏黏的 它潤滑劑 怎麼都滑 雙手滑透 是啫喱狀 我經常用的 我做物理治療 超聲波 我嚇死了 一定要做那些 什麼物理治療 物理治療的腰骨 姑娘和你做超聲波 都是要加一些 但他們有手套 有的 有的 你想想 如果手滑滑 這樣做 都感覺很難 你想想轉妝 不是 我問他 這樣就很不方便 你塗 又要打開 又要刪 又要刪 其實這件事很普遍 不要說 只是男同性戀 其實很多性工作者 都會帶備這些滑滑劑 性工作者 即是妓女 其實都是常用的 但我總是覺得 你知道 人體本身的分泌 就是暖的 就是 KY 是凍冰冰的 但是男同性者 那些是分泌不到的 所以就要借KY的工作者 我問我朋友 這麼麻煩 有什麼解決呢 然後他就說 原來澳洲是出了新的噴妝 噴妝 噴妝 不是轉妝 好像牙膏 香港是沒有的 但澳洲是有的 可以上網查一下這件事 噢 是泵來的 即是好像牙膏那樣 對 好像慕斯 牙膏那樣 噢好像慕斯 對 總之是泵妝 那就不用碰到手了 對 其實茄汁也是 以前茄汁不是經常要打底 用牙籤尿 才能打出茄汁 因為它是玻璃瓶的 後面茄汁轉了 是膠的擠妝 多方便才可以 所以現在連KY都轉了妝 然後我跟他說 與時並進 很方便 很開心 那你知道他今年生日 你送什麼給他 應該他有的 但是他就覺得很心痛 因為方便了他的partner去滾 噢 這些留不了 這些留不了 噢 今天看報紙很厲害 是怎樣 64歲的阿伯結婚58次 嘩 即是多少歲開始結婚 我不知道她是多少歲結婚 7歲開始結婚 最新的老婆只不過是13歲 咦 他們沒有這個年齡限制 這個阿伯呢 是在沙地阿拉伯 沙地阿拉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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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地阿拉伯很紅 昨天我們又打電話說 有個中東男友 諾 是啊 64歲的沙地阿拉伯老翁 沙地阿拉伯有一股 娶老婆引 最近已經是她第58次結婚 新婚妻子 是可以做得她孫女的13歲的女童 但她還意猶未盡 她說準備再娶多兩個老婆 抽夠60個 要在幼生之年 但她要不要先離婚 我會繼續讀 根據沙地的報紙 報道 連同剛剛娶的女童 現在沙阿拉伯 剛剛有四個老婆 但她仍然紅心勃勃地說 我計劃以60次婚禮 為我的結婚生涯 畫上句號 根據回教法例 男人可以同時娶四名妻子 所以她一向用抽籤的方法 當她要娶新老婆的時候 用抽籤的方法 看看她要優哪個老婆 她很有錢的 她本來有四個老婆 油獎 她就優一個老婆 娶一個新老婆 很可憐 現在有36個子女的沙阿拉伯 說自己的健康非常好 她14歲第一次結婚 那麼多淫太太 由大學畢業生 到字都不認識的女生都有 但她偏愛現代化的配偶 因為她們受過教育 她自己曾經是牧羊仁 13歲多有現代化 哈哈哈哈 受過多少教育 對呀 說呀 她可能想著公書教學 培育她 抽籤抽不到就行了 下一次 以前是牧羊仁 現在轉行從商 亞聯酋 另外也是阿拉伯 有一名男子去年 第12次娶妻 希望18歲 18歲的妻子 有段時間也無法挑戰她 她58次 亞聯酋只有12次 希望18歲的妻子 能夠為她開支散業 她已經有63名子女 她希望湊夠100個 創下世界紀錄 即是那個子女是多於阿拉伯 多於 一個36 一個64 結婚58次的只有36個子女 而亞聯酋結婚12次的 就是有63個子女 即是每人生幾個 都四五個 很多個 是的 而18歲的妻子 似乎很生得 寄以厚望 說到這樣 似乎 我們昨天說 我們不是很了解 即是中東的男人 是怎樣的 所以就給不到 甚麼 中谷 阿Don 今天除了我們看報紙 看到這些 幾不好的消息 另外 有一封信 都是 有一些意見 想給我們昨天 就是有個中東男朋友 阿Don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琪琪 我在美國讀書 由第一集開始 已經聽你們的節目 一直以來 學了不少東西 對這個 relationship關係 和Sex 都有另外一種態度 我剛剛聽完 阿Don的故事 有一點點感想 我本身都有幾個 中東的男性好朋友 他們的年紀 由二十幾到三十幾都有 他們都不是保守 那一類 他們都在西方國家 住了很長時間 可能跟阿Don的男朋友 是挺相似的 從我對他們的了解 我覺得他們只不過 是追求一些很 casual的relationship 他們不介意 跟不同國籍的女性 拍拖 但是不會考慮結婚 關係對他們來說 只不過是 way of making fun 就是玩的 阿Don想起結婚 真的不對 阿Don想起結婚 而那個又想起 吃飯 和做愛 最好就可以連飯都不用吃 正做愛 不吃飯沒有氣力 那也是 最終他們 都是想取回中東的女性 所以 如果阿Don想有一段 所謂穩定的關係 我認為中東人 是不對他的 我希望阿Don 可以想通這件事 如果 令他覺得你 只是想跟他認真 跟他結婚的話 我認為你多數都是分手收場 看我們多好 多互懂 對 以上就是我自己 主觀的見解 我對阿Don的relationship 真的不看好 希望他小心 有心 我幫阿Don 多謝你 多謝 其實也真的 因為他國家的夢中 還可以有四個老婆 一向每個都是這樣 你想想 你連年害怕抽籤 這樣就死了 阿Don 當娶了回去 就抽籤 每年面臨抽籤 這樣 你平時有沒有跟老公睡 已經要抽籤 來不來再來一個大抽籤 看看我優妻 我優妻 我優妻是不是優你 打完四圈 大紅燈籠 高高掛 他們說過那些 抽籤 然後掛燈 不知道是抽什麼 抽牙籤 其實我自己也有類似的經歷 我之前的男朋友 帶我八年 香港人來的 但我們都是吃完飯 就做愛那一類 每次他找我吃飯 我都知道 那晚一定會跟他有性關係 其實他也是一個很厲害的男生 不過外形很普通 我是很喜歡他的 但不知為何每次見到他 我緊張到連話都不太敢說 一點信心都沒有 因為你太喜歡他 那些就是喜歡 有些崇拜他 那些就是真的喜歡 跟他在一起 沒有什麼拍拖的感覺 我還覺得自己很便宜 我自問條件也不錯 也有其他追求者 每個人都覺得自己便宜 在這點關口 有性無愛就覺得自己便宜 要看得好化 才能從中獲得一個主動的樂趣 但只要他想見我 無論多晚 我都會自己乘整個鐘車去找他 或住元朗 對 真的 泰國都去到了 直接送送這類東西 我從來都沒有叫他做過 是因為知道他做事很忙 不想麻煩他 不知是否就是因為這樣 他就不覺得我當 先看看 他就覺得我不當他是我男友 無論女人天生喜歡自己欺騙自己 無奈 女人天生就喜歡自己欺騙自己 我之前總是幻想 有朝一日可以感動到他 令他對我好一些 說到性的方面 每次跟他做愛 我都有前所未有的滿足 很厲害 每一次都進步 不是 是否因為崇拜他 不是 是因為愛和崇拜 崇拜他 你會緊張 緊張未必有高潮 他現在每次滿足 代表對手 對手仍然有點強 真的很強 很強 對 而且真的相配 對 但之後反而有無比的失落 對 這就是一個大問題 如果有性 自己走 如果你有性無愛 就跟我說 心跳跳的時候 自己搭一小時 一小時走 對 真可憐 人都更哩哩 對 就已經要搭車走 不要妨礙男朋友做事 那怎麼可以 是不是亡成這樣 對 對 不要這麼合作才行 給他一些機會 努力一下 是不是明星來的 這麼似的 明星住得那麼遠 對 拍不到 我還有很多次 做完回家後 哭到收不到聲 真可憐 女生很多時候真的會這樣 我想男生在有性無愛 這方面的天賦比較強 女生可能真的要通過 男生用下面思考 對 很少用上面思考 對 對 女生未必接受到有性無愛 如果她自己是因為愛 而跟一個有性無愛的伴侶 不斷發生關係 就會覺得自己便宜 以及覺得自己很受傷害 很淒涼 很淒涼 就是男生未必覺得她在傷害這個女生 對 男生覺得你這麼滿足 對 對 她看到的就是 哇 你這麼滿足 然後你就走了 不會在她面前哭 對 然後你就很合作地走 走的時候一定會對著她笑 然後你自己回去哭 自己覺得很便宜 她不知道 而且她長大了八年 對 八年可能又是另一種戀愛方式 我試過想放棄 瞞著她跟其他人拍過幾次拖 儘管那幾個男生 對我都比她好幾百倍 但是我總是忘記不到她 所以最後跟那些男生 都是分手收場的 我跟她已經三個月沒有見過面了 唉 都不知道她 是不是已經厭倦了我 唉 還在想這個什麼 你想想 跟別人分手三個月 就在想別人有沒有厭倦自己 唉 只是想見多她幾 只是想 看先 不是讀錯了 難道真的要跟她說清楚 我不介意做她的性相伴嗎 只是想見多她幾面 什麼都沒有計算嗎 我都不知道自己想怎樣 我是不是很煩賤呢 我究竟是不是應該放棄 還是應該繼續呢 如果是放棄 又怎樣才可以忘記到她呢 如果是繼續 又怎樣才可以令到她愛我呢 我很想知道 你們怎樣看我們的關係 無論內訊的朋友 一迷惘的時候 那些問題當然是一卵地來的 她建議人的人 就很理智 很理智 自己又沒辦法 在蜘蛛網裡面 黏緊了 我覺得她是很... 這個男人是你改變不到她去愛你 我覺得 改變不到 但你也沒有給她機會 我覺得 一個男人 很明顯她是很喜歡跟你有性關係的 這個就先肯定了 也是經常會叫你 但是 我覺得 適當的表達 是需要的 我覺得 琪琪 就不應該在這個男人 面前 哭 也不應該... 她沒有啊 應該沒有啊 她回家才哭 我叫她表達她的感覺 不是說 你要在她面前哭 或者什麼 但我覺得 琪琪是應該很需要 讓這個男人知道 她是很愛她的 但是她說 看到她 就已經聲音都不敢說 其實這是一個溝通的問題 性不是問題 性那裡沒有問題 性那裡是快樂的 是在溝通那裡出了問題 現在這對男女... 如果他們溝通到 不用搞那麼久 搞了一年拖拖拉拉拉 但問題 溝通是可以改進的 溝通是一個技巧 你第一天看到我 都少說話 你現在不是經常笑我21分 就是溝通 兩個人的溝通 如果你沒有心去培養 沒有心去改進的話 你不會改進的 就是這樣了 你們只能在性方面 越來越強 越來越進步 可能每一次都更加開心 那邊你就不斷練習 性那邊你就不斷練習 但是溝通的技巧方面 你兩個人 如果想跟一個男人拍拖 你不可以在性那邊跟他練習 你真的要嘗試跟他溝通 但男人是否真的以理角度 是否真的不可以用性來取悅 男人當然可以用性來取悅 而且我經常都說 由性去開始一段關係 是沒有錯的 但是他已經開始了 開始了,開始得不錯 但問題是他沒有再進一步 飯都不用吃 他由性去開始一段關係 由性去終結一段關係 他想著男人要主動 但你從來沒有跟男人溝通過 男人可能想著 這個年輕女兒 小了我八年 可能他只是來跟我做愛 如果我追求他的話 我會不會要花很多時間去配合他呢? 我會不會追求他呢? 你知道他是年輕女兒 我會不會真的 連工作也不夠時間呢? 這些其實全部都要溝通的 我現在就覺得 阿琪琪其實是很愛這個人 但是他表達他愛的方法 就是送外賣 就是送外賣而已 但是問題是 你要讓這個男人知道 你是很愛他 但你不會煩到他 但我想他在這個男人面前 會很自卑 有什麼自卑呢? 我覺得如果兩個人在… 他又覺得自己貪賤 又覺得自己貪賤 你面對他,你覺得很自卑 我會覺得 所有事情 解靈還衰是靈人 就是自己要強一點 他們的問題在性那裡 對不對? 一切由性那裡開始 你跟他走過去 然後再做這個關係 而在性那裡 拿回主動的關係 拿個信心回來 真的怎樣? 即是厲害一點 在性那裡採取一個主動 即是主動叫他 我今晚想見你 又可以 然後在床上 也可以更加主動 女上男下 不只是這樣 各方面 各方面都是主動的 即是在這裏習慣了 在這個關係裡面 其實大家是平衡的 即是不要被他的細嚇傷 對,不要被他的細嚇傷 先 不要輸了那個細 你們現在要開始攝毀 要開始拿回強勢 先拿回內蕩 是要在性那裡 是要在性那裡開始 所以如果大家有機會 即是大家再約會 那約會一定也是上床的 就開始在性那裡拿回強勢 即是平衡你們兩個人的尊卑關係 嗯 在那裡開始了 你慢慢就讓這個男人知道 你其實是很愛他的 你不斷讓他知道你很愛他 也要讓他知道 你對他的愛 是不會阻礙他的事業的 是一個最舒服的 你在旁邊 看著他 做事 已經很開心 但你要讓他知道你是愛他的 但要確保自己不是外賣 是嗎 是 現在的問題是 他覺得自己是外賣 所以覺得便宜 其實不是 其實不是 可能那個男人自己想很多事情 但現在你不知道他在想什麼 你不能輸的 又是不能輸的 只要在溝通技巧那裡 加強一點 我覺得也挺好的 因為性這方面是相向的 你覺得每一次跟他做愛 你都有前所未有的滿足 我覺得他也是 都賺了 那你人生 多難在床上找一個自己 對吧 我覺得應該發展一下 不應該放棄 我也希望 阿琪琪 拿回自己勸阿Don的時候 很理性 很智慧的精神出來 如果給我 我來看自己 如果給我 我想我會放棄 為何會放棄 有些事情試過便算 你只是每一次都 但他每次都更有前所未有的滿足 雖然這件事很吸引 他真的愛人 都搞了一整年 他真的愛他 他現在分開了三個月 只是想想 他是不是已經厭倦了他 你想想他怎麼會厭倦你 你突然間跟他分開了 他只會掛著你 他把自己的位置放得很低 現在一定要找一個位置 讓他取回主動 取回信心 然後再表達自己的愛意 而這個愛 是沒有附帶條件的 是一個無條件的愛 我覺得 其實不要說 有百分百的勝算 這一段感情 都可以搞一下 至少都可以搞一下 都不要 是 前所未有 前所未有 哇 如果真的喜歡這樣 不要抱太大期望 我覺得不要嘗試去改變他 不改變他的 你不要想著他 你其實要給他一個訊息 就是說 我對你的愛 不是要改變你 但是我想你知道 我是愛你的 我覺得這樣 是多能夠得到這個男人的歡心 對證下約的話 真的要嘗嘗 試不去也反正可以 前所未有 對 而且你拿回主動 你留給他 拿不到我剷得回吉 你留給他的印象都厲害 對 而且你如果給了這個新鮮感的男人 就是更厲害 對嗎 172903-905 大家有任何愛情問題 快點打來給絕情谷的絕情雙租 我是大宗毅鎮 我是大宗毅鎮 西宗谷祖南 好